我十二年没有在台北做演唱会 人生若知不出见 九月二十九号 第一场在小巨蛋的演唱会 我一手一手地唱它给大家听 然后可能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可能是我的故事 也可能是台下观众的故事 所以我很希望坐在台下的观众 他们真的就是 谢谢有我的陪伴 其实我也要谢谢他们一直对我的不离不弃 我希望他的完美是在于 就是说我自己是非常享受的 然后我的歌迷朋友们 他们也是听得很过瘾 然后他们也是很享受的 九月二十九 新小琪首次台北小巨蛋 人生若知如初见演唱会 四月十五号下午一点 KKTix全家Farmipore同步开卖 今一集真有此一生的优格 优务台北小巨蛋